全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王可麗的節目 外資光是拉台 台積電 鴻海 偶爾在穿插個連發科 這個空頭就被 真的是被狠狠地被尬了 就算是看回看回看壓力看高點 多頭裡面不要去空回檔 同樣的空頭市場裡面 不要破底去強反彈 因為那是屬於逆勢操作 當然這個對空頭來講 講這麼多其實也大概不太聽得下去 我也無意要觸怒任何做空不順手的人 那這個情況我在 10月23號上個月 現在已經11月了 兩個禮拜前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這次會嘎得比較遠 因為過去這五次的11000點 你要看籌碼 成交量都已經不大了 根本已經不是重點了 不用成交量也一直漲 為什麼這法人在控盤 尤其是外資 融資余額越來越低 對不對 再從1400億1300億的水準 連1700、1800億都沒有 就代表散戶根本沒什麼參與了 老的股票套在手上的 隔了不知道幾個年份了 跟現在的戰況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你看籌碼就知道全部都是外資在控盤的 然後這個代表散戶累積的空單 突破了80萬張是之前沒有的 所以這次走得更遠 你看外資這種買法 台積電它還一直買一直給你創高 這邊出現了高檔十字線292塊錢 它只是稍微小回 它也沒真正下來又再上去 上禮拜我跟各位講 它該回都不回 又整了兩個禮拜 我說這還要再上 那第一檔的紅海更猛 這兩天就買了8萬張加起來 這兩天 這兩天買了8萬張 然後上個禮拜一天買了47000多張 80塊錢兩天買了8萬張 84塊錢再給你買4萬多張 顯見他在這個階段 他不計成本 因為對他來講 他何須在這邊計較成本 紅海再怎麼說 這邊都是非常便宜的地方 比前面這個底還低 那沒有差別吧 他也不太會去管他賺多少 去年賺8塊多 今年也差不多 今年也差不多 對外資來講 台積電過去這5年 他也不用管他那個資本利得 就是股票漲不漲 他只要光是跟他配息 過去5年對外資持股 8成的外資來講 他的現金殖利率 光是台積電配息 對他來講平均也低的話 也有3.67% 按照每一年度 他的除息的股價 來換算 用這個配息 來換算那個現金殖利率 最低也有3.6 3.7% 這兩年都超過4.2 4.3% 他當然 對於一個大型這些法人來講 在全球配置布局 尤其亞洲 現在台積電最好 全球來講 他的競爭力 已經是數一數二了 各位觀眾 還可以跟他配息 拿到現金股息 有4%以上 這個投報率 對外資來講 那太好了 他為什麼現在一直敢報 甚至還敢再繼續加碼 因為他把三星 已經甩開了 16奈米 12奈米 7奈米 完勝三星 明年的5奈米 再接下來的3奈米 三星根本追不上了 外資不太敢賣了 投信已經埋滿了 因為持股10%的上限 都滿了 吸收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個台積電 加上一個低檔翻揚的鴻海 這邊10400點到10900點500點 再加個500點對稱 不算比例算點數的話 11400點 為什麼過去了 這邊稍微停一下 1400點停一停 啪就跟你過去了 最主要還是在嘎空的籌碼 11月23號 做了這個表 到現在也是每天 只要給觀眾聽 不敢買就不要買 但不等於說 你認為它很高了 你就要去放空操作 不動作跟買進 是兩種事情 不動作跟放空 也是兩種事情 這個現在回來看 已經是最理想的買點了 已經過去了 要減便宜 人為利空不會久的 5G主流股 主流股還是要再減便宜 然後你看看外資控盤 這邊跟這邊一樣 長紅之前兩黑 長紅之前兩黑 長紅之後跳空殺 長紅之後跳空殺 殺完再反轉 反轉上去再跳下來一次 你看看這是不是都一樣 它根本不用發揮多大的創意 它每次一樣就好了 你看看 這邊6月6號 這邊是5月26號 這邊是8月26號 對啊826號 這是6月6號 你看看前面是不是跳空殺 跳空殺 水位也是一樣 上去之後再折返一次 再折返一次 它怕你多頭還很堅定 它怕你不走 它怕你空單趕快跑 再殺給你看 然後後面一樣 一樣 只是上次戲碼演到這裡 那這邊就是另外一個新的戲碼 新的戲碼你看它怎麼演的 這一根跳空殺了178點 這裡 隔天再給你跳空開上去 在哪裡 在壓力點11000點 你光是看外資在低檔10400點 痛痛下來 兩三次然後再上去 然後在壓力 大家都看得到的11000點 它給你跳空殺以後 收最低 再給你跳空開高 拉過去過高 很多人學的這個K線的形態 K線戰法 你顧不到這麼短線 它的那個反應 你必須看整個形態 當這個形態 它沒有在破線 當這個形態 它能夠在創高的時候 這邊一突破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算對稱波 最起碼 那這地方它不再破底的話 就代表它收斂 跟前面走類似相同了 我現在回來跟各位講這個 你現在看應該會覺得說 好像是這個樣子 有點道理 這要在當時講給你聽才重要 我給你回顧這些 我完全沒有任何邀功的意味 說你聽我的 你看我的怎麼樣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味 我只是告訴各位 股票為什麼難 知意行難 我們都知道這個擊殺 減便宜 你真的違反人性的 違反人性有違反人性 克服的方式 就是你多一點點客觀的 形態數字參考 所以當往下擊殺的時候 你不撈底 不落下的刀子的時候沒關係 經過它整理 這裡總搞了差不多快兩個禮拜 確認了 不再破底了 對不對 這邊在出手 一萬零五百點就好 趨勢就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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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走一樣了 我都已經預告了 業餘的出一次一萬一千點 為什麼要準備看看它到底是要繼續殺 還是怎麼樣 是要右空還是中期修正關鍵 這在9月26號 在這裡 這裡當然要觀察一下 要注意 要小心 發現沒有的話 後面一段又出來再繼續做 所以為什麼後面 我們知道沒問題了 龍頭股出量埋進 10月初的事情 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加碼強勢主流股 10月份 洗盤加碼強勢主流股 主流股等出量加碼 操作策略又銜接回來 怎麼樣 繼續做多 而且在這邊還一路還可以 強勢股還可以是加碼 有些股票乘勝追擊 瞬間迅速加碼 有些股票它分段到了 每一個差不多壓力區的時候 實質的壓力區的時候 不管是K線還是抽碼 還有外資或是法人 內資它有一些調節了 它攻擊力道明顯在至少在短期之內 它很難在延續的時候 你就先拔檔了 靈活是一定要靈活在觀察 主導這個走勢的法人 這些大戶 他的動作是在幹什麼 但是你要比他們想到更遠的是 即使是短線你大戶 你獲利調節或是你換股 你賣股票 有些股票他們賣不見得是看壞 它可能純粹是換股 那它會不會影響到 它未來這檔股票 它的中長線的走勢 它有沒有那個實力 台積電的實力到今天舉世皆知 你也不可能 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就知道 它今天一定突破300 它不回頭 它還是要看每一個季度 它跟競爭對手的情況 尤其是蘋果從A7到現在A13 對不對 到底每一個世代 找晶圓代工台積電 它的先進製程 它的良率 是否跟競爭對手 至少維持優勢 或是拉開那個距離 一定是一步接一步的看 所以股票是難在這裡 我要講這個東西 是要回答有一些觀眾 也蠻多觀眾的問題 哪些股票可以常報 這個問題問起來簡單的 問一句話就問完 什麼股票可以放場 哪有這麼簡單說的 哪有這麼簡單 你從過去這家公司三年 過去五年的財報推算到今天 你知道它未來可能一兩年 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是什麼狀況 景氣好的時候 它有多少的爆發力 你大概還可以一個模型去評估 因為財報它有一個股價的評價理論 配息現金股息的部分也可以去評價 有很多的方式去評借 評借一家股票的短線 中線長線 它可能的價值 但是那只是推論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有沒有突發出現什麼狀況 它的營收 它的毛利率 它的現金流量穩不穩定 它的競爭對手有沒有超過它 它的訂單接單的情況 它的接單的情況 有沒有出現變數 這不是說我們現在說 你問王格利 我想問你什麼股票 你跟我講 那我可以放長就好 不是我不願意講 我口袋名單 至少也有十檔 是可以放長的公司 可是它要每一個階段 每天去觀察它的 觀眾當然想知道最簡單 最簡易 最後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還有什麼可以買 買什麼 它會到多少錢 要多久 如果是一直存在這樣的邏輯 這樣的思考 想任何一檔股票的話 說實在的不要做了 退回到最原始點 跟初學者沒什麼兩樣了 有的人做很久很久的股票 還會問這樣的問題 還有問更離譜的 還會有人問有沒有保證賺錢 去找金光檔 金光檔都會跟你這樣保證賺錢 不要去問那個故意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就像上個禮拜我講了好幾天 真的不要再問說 現在一萬一千多點了 你看到了今天一萬一千五百點了 說著說著又一萬一千點突破 又多了五百點了 不要再問說現在一萬一千多點了 這麼高了還可以再買嗎 如果講可以 那不小心你買到的股票回檔了 那你自己都知道一萬一千多點很貴 很高了 那幹嘛要去買呢 那對的話呢 對了就沒事繼續漲勢嗎 如果習慣性心裡在想的 或是甚至會直接問出來 這種沒有什麼邏輯 根本沒有答案的問題的話 就代表你對股市是有不切實的期待的 不好意思我是實話實說 講的話大概很少人會喜歡聽 但是我覺得觀念要溝通清楚 不要親信神效 分析不是承諾 注意分析不是承諾 看電視也不要更單 那我的節目能夠帶給你多少 大家各評 各安天明各評 各評機緣 祝大家順利 先進廣告等會回來繼續講解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每天看這麼多的數字在跳動 經過比較就會有比 外行在看熱鬧時 內行的已經在看得到了 錢所衍生出來的食衣住行 這就是財經 全世界的任何風吹草動 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就是我們要告訴你的財經 非凡商業台 從台灣放眼國際 從生活挖掘商機 從十一住行出發 用最新的思維 掌握正確的趨勢與方向 我是曾忠譽 非凡商業台全球新觀點 提供您理財新視野 大家好 我是鄧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改版咯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全部都在 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最新的財產 因為這次的空單最多 所以它走得最遠 這兩年以來的行情它都過去了 這裡擺盪兩回 也不用在這邊跟這邊對稱 它就穿越了 因為籌碼全部鎖在外資手裡了 台積電一直創高 大家看了也買不下手了 聯發科創高大家也買不下手了 穩茂早就連番創高 洪捷科早就連番創高 大家當然也買不下手了 可是難道一支創高的強勢股 之前的利基對不對 一支創高的強勢股不敢買 那難道低檔翻揚的股票 大家又很熱衷參與嗎 也沒有啊 這個剛翻揚的時候 是不是看了都在猶豫也不敢買 是不是看了猶豫也都不敢買 紅海剛翻揚大家也不敢買 這天在77塊的時候在盤中連線 我說第一檔出最大量當然就是可以買 光是看技術面的價量型態 也不用管外資也不用管它基本面的 第一檔出大量就是可以買 前面是像被動元件的例子 然後呢到了80塊錢我再講一次 我說觀眾又在問可不可以買 我說當然還是可以買 上個禮拜五盤中84.9的時候 83.9的時候我說還是可以買 收盤收在84.8 今天我再講一次 我說沒有買的我認為還是可以買 紅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國民股 那連最低檔都出大量都不敢買的話 那還討論其他股票幹什麼 等於說對這個多頭是畏懼的 是懷疑的是懼怕的 因為一支大盤指數一直創高 所以回到根本的原點是 如果你會懷疑這個是多頭 或是你怕的話 說實在的 那你就把自己的決定做好 就不要碰了 千萬不要看了又怕怕了又想 想了一會出手一會不出手 買的點都很糟糕 那你看看低檔一檔一檔翻揚的 對不對大家也不敢買 前一段時間被動元件之前的 氮化甲碳化系的漢雷 加金這個大家也不敢買 不是嗎 之前文貌 對真頂KY對不起文貌 這幾個點是不是大家也都不敢買 你去看融資就知道 好多股票都跟不上來 然後跟著紅海集團 我連續講的這三個買點 這三個買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同時間我講的是怎麼樣 金頂 這邊是台積電的法說會下午公佈 白天就先漲了 那我們不會事先知道 擴大資本支出到141到150 所以我買在這裡 我已經跟各位看過證據了 在這裡開始買 該加碼就加碼 樊軒從這邊開始買 今天創高 有些股票買完它漲得非常快 紅海最近漲得算很快了 有些股票他買完 他是要為正當拉回 那都很正常 他什麼時候發動 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觀眾真的也常問 什麼股票可以買得放長 真的也不想傷太多腦筋 投資人想說 我真的不想傷太多腦筋 好像也鬥之鬥不過這些法人 玩也玩不過他們 講得沒錯 然後想說 因為不想傷太多腦筋 想說買什麼可以放長 那我就買就丟 你看看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然後我就丟了放長 我不好意思講一句 各位觀眾 要真的想賺錢 哪有不傷腦筋的 就這麼輕鬆 抱一兩張股票 買了丟著 然後都不用煩惱 一段時間回來收割 網子拉起來全部都是大魚 股票放久賺的滿滿 放十年放二十年台積電賺幾倍 大家都在想這個同樣的模式 天下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過了一萬一千點以上 到了今天一萬一千五百點了 亦步亦趨隨時應變了 我管你是什麼樣的投資人 什麼樣的專業分析師 什麼樣專業的執行操盤人 不管什麼角色 你到了這個階段 你就是要怎麼樣 亦步亦趨 要隨時應變 這個不會有例外的 哪有這麼簡單 大概很多節目都告訴你很簡單 這個盤的走勢 跟個股的選擇跟切入點 進退點是越來越難 所以我再講一次 這地方都懷疑不敢做的 到這邊你最好還是多看看 我跟你講這些沒有是 以我自己商業考量為主 還有要不然就是沒什麼時間的 像我們也有接到電話 也許做生意很忙 也許有時候不見得都在國內 或是哪邊跑來跑去 很多人在生意在國外 最近雖然從大陸回來的很多 但是很多都還是台商在大陸 沒有時間就不要做 什麼參加我投顧 不用考慮了 我是跟你實話實說 沒有時間不要做了 這種事情要非常專業 非常專心在操作的 用盡全力 你專職專業的一直盯著 你有時候都會栽掉 你以為投信的基金經理人都這麼如意 春風得意嗎 你以為外資都每一黨都這麼神勇嗎 各位觀眾 我是專業職業的 我做這個行業 我光是帶會員 分析股票帶會員就22年 我從入行到現在已經30年了 我都告訴你它非常困難 那你如果聽得進去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客觀 那當然會認為有人問是說 你是自己程度不好 你不夠專業 對我不用像你做那麼久 我就比你厲害了 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 我沒有意見 我只告訴你 以我王可麗的條件 以我的專業度 我認為是我們投顧界頂尖的 我都覺得它非常困難 所以我奉勸各位觀眾 最好還是不要做了 小心一點 台積電 去年的賣點 我還可以做這樣的判斷 今年的買點 我應該是不用講太多了 每次下沙講沒有用的 因為違反人性 好的買點大家都不會碰的 資質門支出標高 10月17號法縮會下午 10月18號我們開盤買 錯過一根掌停板的距離 因為我的判斷低檔一定要買 這個不叫追高 因為這是底部翻搖 不能說昨天掌停板 今天買叫做追高 有的連這個認知都沒有 那我怎麼帶你操作 那昨天掌停板你不買 今天追高 對不對 我不但買 我還加碼 135買對不對 146還加碼 155還加碼 大概每10塊錢就加碼一次 最低買到最高買到155 後來最高衝到167.5 那這地方應該是續報呢 還是要先出再進呢 還是要買進呢 還是要加碼呢 這個要看應變 但是基本上一定是做多的 因為它底部翻搖 半導體資本支出擴大 設備股一定是成長的 鴻海集團經典 樊軒也是啊 對不對 設備股第三季 即增率6%已經脫離股底了 第四季再成長可期 而且EPS已經領先怎麼樣 營收上來了 樊軒有效突破大敵 這是最近的交易 60塊1毛 今天最高來到多少68 60塊1毛是10月22號 今天11月4號 這邊停頓 這邊停頓 這樣算起來其實都已經算很快了 可是呢 這個對我會員來講他們是OK 可是很多觀眾會覺得這好慢喔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期待是什麼 賺錢又快又多又狠 那可能是投顧 常年給觀眾洗腦 讓你們會有這種感覺吧 我跟你保證的是錯覺 這個我每天還要再講一次 只要有時間的話 迷信神效就是慘焙的起點 迷信神效就是慘焙的起點 我不管是自己做還是跟投顧老師做 你只要迷信 或是很奢望你有那個神效 然後為了這個迷信跟奢望 去找所有你認為可能的方法 要達到那個神效的效果 我告訴你 都是慘焙的起點 都是慘焙的起點 迅芯 110 VC SEL 為什麼買我都已經講了 要買這個公司 這也是鴻海集團 大力官為什麼外資降頻是買點 技術 蘋果還是要用到它的七批的技術 對不對 順與光學追不上的 聯發科314的 307 其實年初的時候 235 245 255 我已經跟大家講是長線買點 300多再講一次 現在來到412 所以好的買點不管是什麼股票 我講的全部都是龍頭股 176 222 265 請問一下大家會真的買到這些點嗎 我不太相信 176開始講的 來到多少 343.5 現在還有323.5 波段買點跑掉有沒有 台積電啦 穩帽啦 這些波段買點一定都跑掉了 波段買點跑掉 不代表不能賺 還不代表不能賺錢 甚至還有可能還再賺大錢 這就是股票 麻煩跟 讓人迷惑的地方 那說我要買那個最低最低最低的 那個不見得會讓你賺到多少錢 百中選一千中選一那個所謂的落後 能夠真的補漲 那個不是補漲的K線的補漲 那是真正輪到它的產業循環輪到它了 那個就非得要大漲波段不可 選得到的你還要會執行 執行之後還要抱得住 抱得住你還要買得夠 然後短中線有一些轉折點 還要稍微先出再等低階 這些工作全部講起來說實在各位觀眾 怎麼可能像很多觀眾在問 哪一張股票你跟我講 我就抱著 然後對不對可以賺大波段的 說不想再傷那麼多腦筋了 不想傷腦筋說實在的 要賺錢哪個行業不需要傷腦筋啊 市場不大 大家這麼多人在搶 籌碼在搶 賺錢在搶 錢搶錢 你不用傷腦筋坐在那邊等錢掉下來 可能想的太天真了一點 今天講的都是實話 不中聽啦 不好聽啦 明年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顯現評估 應自負投資風險